今天跟大家拍个视频,让我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首先很感谢网友对我的关注 然后很久没拍视频了 今天去写了一台邮音机 给大家拍了一小段 然后因为我今天主要说的话题就是关于清洗的价格这块 为什么我今天想到这一块 我们写的这台邮音机是150 价格是150 然后有很多,因为我听到有很多用户 当然是在我们当地 很多用户说洗邮音机 别人洗邮音机为什么只要100块 然后洗个波轮洗衣机只要60块 对吧 等等各种这种年价的一些清洗的营销方法 是这样的 等一下我会给大家发一下邮音机 确实是邮音机也是比较难洗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150 已经很平价了 知道吧 然后我首先我想说一下这个价格便宜的 人家也许是免拆的 很多用户就不懂这个邮音机 一定要把这个风轮给拆出来 洗风轮 窝窝壳 对吧还有这个指挥阀 然后还有表面啊给他给给你搞干净对吧 当然也不是说洗出来跟新的一样 因为有很多网友经常评论说没洗干净这里没洗干净 那里没洗干净 你可以自己去洗一下试一下啊 不可能说洗出来跟新的一样的 我只我们只是说把这个大的邮够啊比较明显的邮够给你弄干净 比如说有一些脚脚落落的这种小小的瑕疵啊 肯定是还是有的 知道吧 但是这个根本就不影响邮音机的使用 任何东西都不会影响知道吧 然后我们说一下第二个问题啊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人家也许是免拆的对吧 或者是怎么样 那这个我也不好说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不仅仅是给他洗知道吧 还有我们的售后 不是说其实按道理来说按道理来说 家庭清洗是没有售后的知道吧 只要现场适机正常就可以了 因为我不是卖定器给你 我也不是给你更换宁静给你售后 我只是说给他洗干净 然后家庭清洗是用水清洗的 如果说要出问题的话 现场都会出问题的 但是当用户找到你售后的时候 你为了你的口碑啊 或者是怎么样 出于什么情况下 你还是一样要给人家上门看一下 知道吧 虽然说啊 虽然说这个也许是些小问题 但是你上门的话 也是比较麻烦的 也要抽时间对吧 所以说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售后 比如说我们的热水器经常有水管漏水 他装好之后不会漏水 我们都会警察之后再走 但是隔几天或者是隔一一两个星期 他漏水 他也会叫到你去售后 他就说你洗完之后就漏水了 这种情况很多知道了 所以说我们家庭清洗不不光是当当的清洗 而且我们还有我们后期的一些服务 知道吧 所以说这种银价的清洗方法去营销的话 我是非常 站在我的角度来说啊 我是非常不赞同的 包括我我们自己清洗也是一样 除非是等价交换 比如说你给我打广告或者是 怎么样的一个方法 我可以给你优惠一点点 或者是比如说你想搞一个活动 也只是短期的一个活动 活动的一个价格 而不是说以这种凌价的方式长期去发展 这样的话你以后 售后什么之类的很多东西要考虑的 不仅仅是给他清洗完了 就不管了 没这种没这种事情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今天洗的那台油音机 150块钱啊 其实他这个油音机的话是封门在顶部 我们还要把这个油音机抬下来 把外壳拆了 把这个封门拆出来 然后又给他挂上去的 今天今天这个清洗是另外一个师傅给他洗的 跟我们洗的方法不一样 但是我们的话就是直接抬下来 然后洗洗完了之后 洗好了之后装上然后再挂上去 我们看一下啊 好我们看一下这台油音机啊 这台是百德的油音机啊 我们看一下表面还是很干净的 用户他比较讲究 现在正在试机啊 然后前面这块板的话 他中间有三颗螺丝的啊 中间现在正在拆中间这颗螺丝 然后左右两边还有一颗螺丝 给他拆掉就可以把面板拿掉了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面板已经拿掉了啊 在这里我们看一下有多脏 然后我们看一下油音机里面啊 这是风轮的位置在这里 风轮在顶部 然后现在必须要拆这个烟管 拆烟管才可以把它抬下来 然后拆掉外面这层铁皮外壳 看一下啊 这个铁皮外壳啊 已经拆掉了 看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面板 它上面的尤其是也很厚的 我们看一下啊 用敞刀敞了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风轮 已经拿出来了 看一下 还是挺脏的啊 表面很干净 风轮很脏 来我们看一下窝壳里面啊 窝壳里面是怎么样 这个也是也是比较脏的 但是相比较其他 油音机还好一点 好现在就是正在喷药剂啊 正在往上面喷药剂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药水啊 喷上去之后 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它就会往下滴油了 都已经变成黄色了 看到没有 这里正在滴油 里面的话都已经变成黄色的 化油啊正在化油 好我们看一下啊 现在是已经洗完了啊 正在用清水过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表面啊还蛮干净的啊 现在这边的话正在用清水过一下这些 面板啊风轮之类的 我们看一下风轮啊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风轮都已经掉漆了啊 全部掉漆了 然后里面那个黄色的不是油啊 是已经生锈了 已经生锈了 看到没有好多都生锈了啊 全部生锈